哦,那如果是我住这里 每天下楼 先到便利店买早餐 然后做轻轨 四站就可以到Satuan 那个我们市中心 相当于全城都不用 出小区的门 就直接到了市中心 哈喽,萨瓦迪卡,我是丁丁 今天在曼谷 我今天可不是在酒吧哦 我在曼谷的老城区 那么他爬开车三分钟 来看一个楼盘 这个盘呢,是大老夫这边 唯一一个跟BTS站 零距离连接的盘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样板间 1加1 36.98 进门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连接餐厅和客厅 右手边是洗手间 注意看我的镜头哦 开发商说 贴贴纸的家具 全送 感觉这个房间就是给摩登女郎设计的 深处红尘范范 却又怡然自得 以梦为马 这便是开发商秘密楼盘为独角兽 所想表达的艺术理念 24.07平方 这个房间厉害了哈 24个平方应时做成了一室一厅 厨房巧妙的设计在了走道上 卧室则被独立了出来 哇,好实用的设计啊 上床的台阶变成了储物的抽屉 还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 衣帽区域 哇,这个单位啊 我觉得超适合单身的上班族或者是大学生 loft房型50.78平方 这个盘呢一共有711个单位 18%的房间是loft房型 同在这个区域 周边的几个楼盘很难找到这样的loft房型 说实话 这个房型的挑高真的非常舒服 顺便补充一句 目前除了贴着贴纸的家具 房间内的空调全部免费赠送 好了,我们一起去二楼看看吧 哇,二楼卧室的采光非常好呢 这一点令我非常的惊喜 因为在我看过的楼盘里 很少有富士房的二楼也是有窗户的 嗯,看来小宝宝也是很满意的 哇,这个富士房的话 如果是我们家两个小女孩一起读大学 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太完美了 看,还有一个阳台 好了,看了一圈 以我对这个区域的了解 还有这个楼盘它的定位 地理位置 保障自己生活品质的功能型的配套设施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楼盘 它是针对中等以上收入人群 第一套的自购路房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来采访一下正好在现场的泰国年轻白领人士 这里它下面那个休息室 会有那个小小的酒吧 有那个电脑,就是公用电脑 嗯,而且因为现在我们 还可以约朋友来打电脑 对,打电脑,或者是如果是开会 可以用这个上线开会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对对对对,新的开会 就是我喜欢打泰拳 这里还是有攀岩 我觉得价格很合理 我喜欢去那个IconSiam 这里三个站 就到那个IconSiam 然后是一个厚颗的厚房 因为这个房间没有像 每个房间都很像 如果是一个室室的室室, 它将是一个室室的室室 如果是一个室室的室室, 它会很含大 所以它很帅气 因为它就在做室室的工作 从这儿是在室室的室室, 就在室室的室室